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所谓的面试也不过是走过过程而已 公司是闺蜜于瑾开的 规模不大 正缺人手 于瑾老早就想让罗小飞去公司给她打把手了 无奈小飞的女儿堂堂太小 又没人帮忙照看 这不 堂堂一上幼儿园 罗小飞立马就被于瑾拉去了公司 罗小飞也是乐意的 她早就厌倦了困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日子 这个工作时间较为自由 还可以接送女儿 一打开家门就看到婆婆正费力地往女儿房子脱一个塑料袋子 罗小飞知道 那又是婆婆从外面捡来的旧衣服之类的东西 罗小飞赶紧跑过去 接过婆婆手里的袋子 妈 让我去放吧 婆婆松手 回来了呀 你中午也没回来 吃你做的饭都吃习惯了 你这一不在家的我都不会做饭了 中午我就随便下了把面条 要不晚上还是你做饭吧 啊 好的 小飞一边答应着 一边把沉甸甸的袋子往角落里搁 解开袋子一看 果不其然 又是一些不知道在哪里捡来的旧鞋旧衣服 她又扭头在闺女房间里瞅了一圈 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原本给女儿准备的漂亮精致的公主房 还没等到小丫头住进去 就已经堆满了大大小小婆婆捡来的塑料瓶子 时不时还散发出一股子发霉发臭的味道 罗小飞走进厨房 卷起袖子洗洗手 开始准备晚饭 却一眼瞥见灶台上的碗锅 晚上的香油印子已经干了 锅里还泡着一坨已经成乎乎的面条 她皱了皱眉头有些烦躁 可还是忍了下来 正刷着锅碗呢 婆婆进了厨房 走到小飞的身旁 你妹妹又怀孕了 都三四个月了 小飞一听 忙说 真的呀 这是好事啊 婆婆又说 天丁尽口可不是好事吗 可你妹妹已经有了一个闺女 一个小子了 你也知道她家庭的情况 她带着那两个就已经够累着了 这个不想要了 但是小飞啊 我和你爸都不舍得 你看你和明阳也就堂堂一个闺女 你们就把你妹肚子里这个过激过来好不好 等一出生就抱过来认你做妈 还没等罗小飞反应过来 婆婆又接着说 不过你妹夫那边也提了个要求 说把孩子给我们也可以 但是要让你和明阳出钱 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 付个首付就行 然后再帮你妹夫找个好点的工作 她挣了钱自己还分期 你妹她们也不是图房子 她们就是怕你们万一以后后悔 再不想要那个孩子了 她们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 罗小飞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雷的外焦里嫩的 灵魂都要出了窍了 小姑子在老家 结婚生玩都比较早 小姑子老公弟兄多 她婆婆也顾不上给她带孩子 前面两个孩子都是她自己带大的 辛苦自然是可想而知 可是小姑子带玩辛苦 难道自己带玩就不辛苦吗 小飞和老公明阳结婚后 只在老家住了三天 就返回城里来工作了 这么多年 她也只有那三天吃过婆婆做的饭 说是婆婆做的饭 其实就是婚宴那天 婆婆从饭店打包来的剩菜 一顿接一顿的加热吃了三天 后来女儿出生 满月后 婆婆和公公才从老家来到了城里 说是帮忙照顾孩子 可是婆婆一到家 却先是一再的强调 自己神经衰弱 睡眠不好 一听到孩子哭闹就头痛 心里一见气憋屈就犯病 小飞当时心里就想 这是来帮忙照顾孩子的吗 可是明阳老就给他说过了 他妈妈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犯病 他小时候爸妈都怎么没管过 他们兄妹俩 记忆里最多的就是爸爸 要么带着妈妈去个地看病 要么就是陪他 散心 而且小飞还听小姑子说 婆婆还自杀了好多次 按小姑子的话就是 去跳河了 结果跳下去 发现水 踩到膝盖 去跳井了 结果走到井边又担心 自己的自行车被别人推走 就又回家送自行车去了 最危险的一次就是直接喝了药 幸好小姑子回家发现了 洗了胃 抢救了过来 于是小飞就全当婆婆是来养老的了 只要她心情好 想干嘛就干嘛 自己也安心做起了全职妈妈 孩子的事情从来没有让婆婆操过心 她想陪孩子玩 就逗弄孩子玩会儿 不想陪孩子就歇着 但是婆婆却是在家待不住的 她不喜欢待她孩子 她却有一个爱好 喜欢去捡废品 不只是捡瓶子 捡纸箱 还喜欢捡别人扔掉的旧鞋旧衣服 甚至捡别人扔掉的剩饭剩菜 关键是婆婆喜欢捡 却不喜欢收拾打扫 捡来的东西呢 都是往家里找个角落一扔就完事了 按婆婆的话就是 收拾啥 收拾干净了一会儿还是得弄脏 可小飞是个爱干净的呀 婆婆不收拾 她就得紧跟在婆婆后边 一点点的收拾 她最初也劝不过婆婆 不要捡那些 瓶子捡了 卖掉就算了 但那些旧鞋旧衣服 家里又没有人穿 婆婆当晚便神色不对 眼神呆滞 晚饭也不吃了 吓得小夫妻俩不行 只好无奈地妥协了 于是说 说是来照顾孩子的婆婆 却整日出去捡废品 而罗小飞 除了带孩子做家务外 还得再整理婆婆捡回来的东西 明阳工作忙 又要经常出差 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了 原是想着婆婆来了 能轻松一点 结果更累了 再说了 抛开带孩子累不累 不说 这买房子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他们目前住的房子 还是当初小飞父母 凑钱付的首付 现在明阳的工资 虽然不低 但房贷和生活的开销 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哪有余钱 再给小姑子买房 念及此 罗小飞有一些生闷气的说 妈 这不就成了买卖孩子了吗 这是犯法的 再说了 买房子前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也凑不出来呀 婆婆看小飞脸色有一些不对 声音也低了 有些委屈的说 你们一家的孩子抱过来 咋就成了买卖孩子了 我不就是想有个自己的孙子吗 咱们家可就明阳这一个男孩子 婆婆没有再说下去 小飞明白了婆婆的意思 就是嫌弃她生了一个孙女 却不能再给她生一个孙子呗 罗小飞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便接着收拾厨房 不再说话 婆婆看了看她 常常叹了口气 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嘴里还念叨着 我这活着有啥意思呀 罗小飞擦在台的手呢 抖了一下 身子僵了僵 却还是狠狠心没有转身 第二天 罗小飞早早送唐唐去了幼儿园 回来后发现婆婆还没有起床 敲敲门也没有声音 进去一看 婆婆藏在床上 地上扔着一个药瓶子 婆婆爱失眠 所以家里常备有安眠药 但每次大夫也就开十课 小飞捡起地上的瓶子一看 正是婆婆的安眠药瓶子 她大叫了一声 妈 却怎么也摇晃不醒 床上的人赶紧打了120 并给出差的明阳打了电话 索性婆婆到医院不久后 便被抢救了过来 大夫说 好在服用的剂量小 发现的也及时 罗小飞悬着着心 终于放了下来 明阳赶到医院时 罗小飞正在为婆婆吃饭 看到儿子回来 小飞 婆婆 立马地眼泪就掉下来了 双手捂着脸 喊了句 儿啊 便无言不止了 明阳不满地瞪了眼小飞 连忙安慰自己的母亲 过了一会儿 明阳把小飞叫到门外 问是怎么回事 小飞也是倍感委屈 把婆婆让她过进 小姑子肚子里的孩子 并要求他们 给小姑子买房的事 说了一遍 她这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明阳也有一些目瞪口呆 随即又埋怨说 那你也不能给她掉脸子呀 你不会先敷衍着她 等我回来再说吗 罗小飞解释 这几年我什么事情 不都是忍着让着 可这次 这事也实在是太离谱了 再说 咱妈一遇到什么事 就拿 活着没意思 这一类的话来压我们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没想到她真的会 明阳也知道她妈的性子 懒了懒小飞的肩膀 走吧 听带着说 咱们妈也没什么事 让咱妈出院了 事情这么一闹 原本小飞计划 隔天便去雨景公司报到的 暂时也没有去 这日她去买菜回来 怕影响婆婆休息 便刻意地放低了脚步声 却恰好 听到婆婆在房间里打电话 你可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啊 多伤身体啊 放心 前两天那事一闹 你哥哥肯定会同意的 别担心 我有分嘴 那天药瓶里就剩四颗药了 我平时睡不着的时候 着急的时候 还一次吃两颗呢 作用不大 再说 我就是算着你嫂子 送唐唐 快回来了 才吃的药 什么重男情女啊 我就想要一个孙子有错吗 谁让他上了身子 不能再生了 还有 罗小飞他家里 不也是一样吗 那时候没听他说呀 他之所以叫小飞 就是因为家里人都认为 他的出生是个错误 还不是家里 也是想要一个男孩 罗小飞一阵后悔 自己当初怎么就犯贱 把自己的名字的来由呢 说给他们听了呢 是的 当初妈妈还他的时候呢 检查一直说是个男孩 结果生是两个女孩 就取名的时候 奶奶就说 要不叫小错吧 江苏就错的错 罗小错 妈妈说 错多难听啊 要不就叫小飞吧 是飞的飞 一个意思 虽然他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但家里人却并没有 重男轻女的意思 他是在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 甚至他的弟弟出生后 都没有他在家得宠 可婆婆不一样啊 婆婆是真的重男轻女 他甚至有时候都开始怀疑 婆婆不是身体不好 带不了孩子 而是不想带孙女 晚饭后把堂堂哄睡 罗小飞回到客厅 习惯早睡的婆婆 还坐在沙发上 和名阳说着话 见小芬过来 倾客一下 缓缓地说 小飞啊 孩子那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你妹妹去私人诊所查了 肚子里的可是个男孩 我是坚决不同意她打掉的 小飞冷笑一下 妈 您这是在和我商量吗 正好名阳也在 我就直说了 您今天和小妹打电话的时候 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 您就是拿准了 我和名阳担心您的身体 怕你想不开 就连那天吃药 您都是算计好的 还有 您怪我伤了身子 不能再给您生孙子了 可是您难道忘了吗 我的身子是怎么伤的 在堂堂一岁多的时候 我怀了二胎 可那时候能整天 捡回来一堆堆东西 让我帮您挑 让我帮您整理 结果一个袋子太重 我拎不动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孩子没了 大夫说 我伤得很严重 哎呦 你这是怪我害了你了 是啊 都怪我 我这嫂该死人 活着还有啥意思 那时候刚一声哑明阳 就该死了去 说着便抹着眼泪 回了自己的房间 明阳怒了 你干什么呢你 咱妈抑郁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这么刺激她 说完便匆匆地追了过去 罗小飞没有过去 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是 你妈抑郁 可是我也抑郁了 你知道吗 每次婆婆闹情绪 你都怪我 让我迁就她 可是我迁就的 还不够多吗 你只知道她精神衰弱 长期失眠 可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久没有 能睡个安稳觉了 你可知道孩子生病 哭闹的时候 无人帮忙 婆婆却还催着 我赶紧做饭的时候 我有多少次都想抱着孩子 从楼上跳下去 她擦了下 僵落未落的眼泪 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 紧紧地搂着女儿 堂堂迷迷糊糊地 发了个声 一语般地喊了一声 妈妈 一只小手也搭在了 罗小飞的脖子上 堂堂 以后你就只和妈妈 一起在生活好不好 罗小飞看着睡眼中的女儿 轻轻地说 第二天在罗小飞的坚持下 明阳和罗小飞离了婚 女儿和房子都归罗小飞 罗小飞带着女儿 先去余锦家暂住 等明阳找到了房子 搬走后 他们才回来 余锦说 她这婚离得太仓促了 毕竟她和明阳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 可是罗小飞说 你不知道这两三年 我感觉这个世界 整天都是会蒙蒙液液的 可是在拿到离婚证 从那个家里走出来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 整个世界都亮了 一个月后 刚从公司出来的罗小飞 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明阳打来的 她说 小飞 爸爸妈接回老家了 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你和堂堂可以回去住了 爸爸说过 当初就知道 同一妈来找我们 就是个错误 可是她也就想清静两年 她说年轻的时候 奶奶对妈妈也不是很好 导致她那个时候得了抑郁症 所以这些年 她一直迁就着妈妈 也教育我和妹妹 要心疼妈妈 而迁就的时间长了 就变成了纵容 顿了顿 她又说 我知道 你离开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妈 当初因为我妈的原因 让你吃了太多的苦 对于妈 我孝人的没错 但不该于孝 放任她掌控着我们的生活 现在爸爸妈接走了 她也表示 不会再掺和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弥补一下我遗忘的过错 罗小飞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挂掉了电话 转身向女儿幼儿园的方向走去 不论是什么原因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她只考虑 自己和女儿 过得好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给您看